俄罗斯和航天爱好者庆祝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50周年 庆祝活动在莫斯科的科里姆宁宫举行 今年27岁就完成太空飞行环绕地球一周的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 1961年4月12日 加加林的东方一号火箭在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发射场发射起飞 加加林处在火箭顶端的一个小太空舱内 他的球形太空舱完成了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后返回大气层 加加林随后脱离航空器使用降落伞回到地球 俄国当局多年来因为担心他们的项目可能会被国际航空专家取消资格 一直隐瞒加加林没有乘坐太空舱返回地球的事实